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昨天在巴黎的一家警察局和指控他企图强奸的法国女作家巴农首次进行了当面对峙 警察局门前挤满了各大媒体记者每个人都把这所建筑物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成猛料 不过谁也无权进入只能在门口干号一位摄影师无聊的打起了手机 警察局的一个房间里只有事件主角62岁的卡恩和32岁的美女作家巴农以及警方的调查人员 两个多小时的对峙调查结束卡恩走出警察局上车离开 这也是他两周前从纽约回到巴黎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不一会巴农乘坐的警车直接从车库开出决沉而去 两个人都对媒体保持了沉默 不过巴农在随后的电视采访中开了口 称他在对峙中坚持了对卡恩的指控而能够进行对峙已经是一个胜利 卡恩的律师事后表示卡恩在对峙中也维持了原有立场 否认企图强奸的罪名 并反诉巴农诽谤称一切都是异想的情景 八年前突出茅庐的巴农对已经权势熏天的法国社会党政客卡恩进行采访 按照巴农的说法 采访的结果居然变成了两个人在地板上扭打 卡恩企图撕扯他的牛仔布并把手指伸进他的内衣 今年卡恩对纽约酒店服务员的性侵丑闻爆出后 巴农随即也对八年前的强奸未遂提出了指控 根据法国法律企图强奸罪名的追溯期是十年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